警車閃燈停在路邊 大半夜有人報案說被搶了二十幾萬 袁警來回查看地上有沒有留下蛛絲馬跡 報案的是這名大約二十三歲男子 打開包包說裡頭錢不見了 你是走在路上被搶啊 袁警將報案民眾再回派出所作筆錄 男子報案時間是七月十四號凌晨兩點半左右 但他說的被搶過程沒有目擊者 這名男子自稱他從台灣大道走進河南路 而就在河南路上的時候 他後腦想要被打了一下瞬間人暈了 而包包裡頭裝的二十五萬現金 就這樣被搶走 怪的是警方調閱了周邊好幾家民宅的監視器 都沒有發現男子所稱的刑搶過程 他自稱在花圃旁遭人襲擊 但目前調到的監視器只拍到他一個人 往西屯路方向走 走到一家營業中的檳榔攤棋樓 詢問是否看到有人經過 如果我說有沒有看到路人 然後被搶了 搶了二十多 就被人家推倒 然後錢就被搶走了 他打電話報案警察來之前 也不斷地在講電話 但為什麼凌晨兩點半 他會帶著二十幾萬現金出門 還一度要再去領錢 男子自稱搶匪從他這個包搶走了大筆現金 那嫌犯不就得知道他包裡有巨款 還要在他面前打開包包拉鍊來刑搶嗎 但他說沒有看到嫌犯的臉 被害人的說辭當中有諸多的疑點 本分局立即成立專案下屬 深入的調查 警方除了追查與過濾 堅實器畫面 也不排除這自稱被害的男子 可能誤報或者謊報的情況 TVBS新聞賴崇榮 呂正常紅草倫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